你好,政治揭露,出交日是4月10日 上次做节目,先不好意思 4月1日出街,隔了9天才出街 我在政教论坛,其实有预告 大家未必看的,说耶稣 在那边,我预告了,其实我会和老爸回大陆 所以回大陆当然不能做节目了 即是我个人在香港,现在做节目,没办法 先不好意思,不讲我自己的东西 刚刚赤手可热的,当然是占中的案件 终于判出来了,全部人都会中 聚成,当然了,很兴奋 很多人都弄一张,很多漂亮的造图 出来,他们全部坐牢 其实不止这些狗见的 是不是?黄毓民,黄阳达 是不是?很多这些社运界有头有面的人 黎智英,我不知道他 是什么?很多时候都有一些 蓝丝那边,很多的 占中聚灰禍首,逐个逐个点 这次第一宗真正审的时候 起码是这些大粒的 但我觉得黄云达黄欣敏应该要有份 虽然当时他们黄欣敏黄欣敏 伤网是赤手可热的 还有蕭若元 蕭若元呢,当然在节目上 都是支持占中的 我记得 因为我又追回来看 虽然我以前是黄尸,不听蕭若元的东西 即是黄教的人 不过后来就和黄欣敏就讨厌他 听蕭若元的旧片 他也支持占中的 但支持到头 大约十月多就叫人散水了 老蕭很早就叫人散水了 当然了,他想着做生意 赚钱 就是他自己私利的角度 有些人就说 你骂蕭若元不用持平 你是神经病 你喜欢说什么都可以 即是你们黄尸 一直都是反对你们的 就是神经病 你们说戴耀廷这些人 他们说了肯抓账 说了肯坐牢 你们为什么说很远色 就是这样呢 是不是 他们亲口说的 会承担后果 坐爆监狱 为什么又说占中 我们控制不了 想辩护呢 你自己搞得出来 你叫了这么多群众出来 用黎智英 或者他们的苹果 国异当时 国异当时 你也拍到黄之锋 利用人的影响力 搞得这么大 搞大了 当然你不是完全能控制到 但是你也说这句 你控制不了想推卸责任 你是卑鄙无耻 又说预了坐牢 然后现在又说上诉 你是什么人来的呢 是不是呀 这些叫卑鄙无耻 贱架下流 我说回来说 你看到很好笑的 真是 陈淑庄 哭 你哭什么呢 你不是说预了吗 又说橙江头当年 现在你哭 你干什么事要哭啊 喂 大哥 你可以参与嘛 是不是你一个特权阶级 你又在法律上有特权 因为你是律师嘛 是不是呀 你现在收美国佬的钱 你去搞占中 去煽动人们出来 你中了煽动罪了 你觉得我有这么多法律资源 这样也中到我罪啊 你明白吗 我总是 有种公主的感觉 咦 我们这些 就是 在法律上 有无穷的法律资源 在美国佬支持之下 你们从来都不会上身的 跟着上心你喝一 你吃屎啦 你看到这些人 卑鄙无子下践到极尽 你看到戴耀廷 说到很兴奋 你兴什么兴奋啊 是不是呀 你收美国佬的钱就兴奋了 香港楼格升 你卖了你房子有千多万在身 你就兴奋了 是不是呀 你这样兴奋 有些人出来 那问题是 你们坐牢是应该的嘛 你们都说是预了的嘛 是不是呀 你不可以说 我法官真的说些 妈妈是女人的东西 但我法官也说一下也好 就是公民抗命 没有可能成为你们抗辩的理由嘛 喂大哥 香港法律是没有公民抗命的嘛 是一个民间的思想而已嘛 你去法庭就这么说 说你公民抗命 有崇高理想 你那些崇高理想 有你们自己内部邏輯 你们的信仰 是不是 但是香港的法例就是没有这些东西咯 大哥 你为了推动普选 你搞到人家周街 被你们塞车 塞了很多天 很多人都有损失 有很多警察 给你们这些 其实当时我也是占领者 我承认 但是当时的占领者里面 是不是真的很和平呢 为什么一个和平的里面 有130个警察 去冲会受伤呢 因为占中是有黑社会参与的 是吧 和警察之间 是有一些零声的 暴力的东西嘛 当然啦 你看 我以前在黄尸的角度 当然 看到 永远都是看到警察 打示威者 是吧 喂 其实 你们八占条街 你搞黄背心事件 但是你黄背心是可以长拖的 当中里面有很多黑社会 被肥佬黎买的 那你们拖了79天 这个当中里面有大量的金钱 是吧 当中里面 甚至在股算里面 是有经济损失400亿的 即是现在你们 喂 他们说预了坐牢 你们黄尸远色些什么春野呢 为什么他们上诉你们不谴责他们呢 为什么浪费法庭资源呢 OK 现在戴耀廷就说 他为什么要选择答辩呢 就是因为有一条罪叫伤舌患罪 善惑他人 善惑他人 去构成公众防妖 即是有些人去善惑其他人去公众防妖 他在善惑其他人去公众防妖 他在善惑其他人 但问题就是 戴耀廷呢 我其他人在善惑其他人去公众防妖的时候 戴耀廷因为不在场 那条罪就告不入了 佔中三个人 但是善惑其他人 去公众防妖呢 是聚成的 起码是陈建文和戴耀廷 朱耀明呢 这个人是缩骨的人 全家人就告不入 但是他有村谋 因为他怎么会没有份呢 他是发起人来之一 接着呢 你见到 很矫情 一战人就是矫情 黄洋达这个是名句 都是一个事实 他们很矫情地说 朱耀明希望他严重健康问题 你严重健康问题 你又不需要受到法律制裁吗 接着毛孟静就说 这个是香港政府 他们这班人的报复 当然是报复啦 永远伸张公义 都是一种报复来的 是不是 香港有很多人 有很多的商户 要删户 经济损失有四百亿 就是你铜锣湾 忘记了什么技 卖蟹那个 真是紧张的 他塞着街 他当事就可能一亿就倒闭了 是不是 他很紧张 接着被骂你们去占领的时候 被你们去放大 攻击 网络去追杀 你们黄丝最喜欢做这些东西的 和平占中 但是网上暴力 但是所谓和平占中 也不是真正的和平 你们根本是随时被人煽动的 随时就是 网名和平占中 下一步就想演化暴动 是不是 14年你们不敢 大部分香港人习惯了没有暴动 由1967年到现在 到2014年没有 但是最后都要熬熬熬熬 2016年要变暴动 当时占中的目的就是暴动 口讲和平 现在你们这些人 用矫情来说 我要为朱耀明 希望不要判他坐牢 当然要坐牢 在监部里面一样有医院 对不对 一样的 你病得这么厉害 曾蔭权 进去那些有人去监控的监督医院 医院的肌留室 肌留病房 为什么这个可以是求情的理由 不那之所谓 很有意气 朱耀明更加矫情 以我为基督徒来说 更加讨厌无反感 说他是目职生涯的最高峰 煽动到那些人去搞暴动就是目职来的 我觉得是不知所谓 我始终的逻辑是这么简单 我觉得就是 如果你要 民主和圣经是无关的 如果你说你要以牧师身份 去搞这些政治活动 你说这是目职生涯的高峰 这个叫网春瑶华的名 很简单 因为 圣经没有叫你推动民主的嘛 你唯独民主的理想 你去推动 你说这是你的目的 那就是说 你将你的政治行动 神圣化了去 这些是大淫妇 是涉续 是啊,很简单 你不要以上帝之名 去牵涉下去 因为 上帝没有叫你搞民主的 整本圣经都没有民主的概念 可能民意 同意大位去做皇帝也好 圣经也提过 也不是的 那些人民都是 没有说的 几个支派上有些长老 就说不如大位去做皇帝吧 但是这个是不是算民主呢 也不算的 是吧 那时候的形势 讲圣经讲得太远 圣经里面是没有一法民主 就算以大位皇朝的故事里面 都没有 就是一些地方贵族 觉得这个人呢 可以捧啊 捧他做皇帝吧 那时候我理解是这样 就是那个不算是真真正正的 什么定义上的民主 是一些地方势力 去捧自己的代理人去做皇帝 我看到圣经有些这样的个案 那个不是民主 你搞民主 跟着引致于自决 因为你们是一堆的嘛 戴耀廷说得明白的 香港可以自决的嘛 可以 可以选择独立 就是自决啦 你们那些民主自决的思想 和圣经 没关系 但是你现在说你是目击的高峰 就是你在侮辱基督教 你是在拉基督教下水 你在煽动 你新教浸讯会的人 浸讯会就是美国走狗 来的 很简单 你台湾浸讯会嘛 你们这些人 你借个宗教之名 去搞民主替美国佬做走狗 去神圣化自己 然后在引致 在矫情 又很惨 扮可怜 这些人 真是很无耻 看看朱耀明的扑街 是吧 就是 紧烟 然后又说 庭上又落泪 现在继续求情 你求什么情 你老美啊 你们这些扑街 你说要坐牢的嘛 为什么要浪费 扔波钟呢 我等着你判刑的嘛 你们就是去求情 你们觉得你全笨 你们说你全笨 你们拥有真理嘛 目的最高峰 那就是拥有真理啦 吴嘉领 求什么春夜情 一会又 卖小强 卖完小强呢 最贱格 出来就是 不要放弃啊 什么无畏无据 这个是香港01 香港01 香港01真的摆明是美国走狗 于品海 所以我说骂明报 我没骂错的 当年 茶凉用是卖给于品海的 但是于品海 这个尾碟实在太恶劣了 太恶劣了 所以就继续不住明报 再卖 于品海再搞香港01 死心不息 仍然是死捧难捧 这九个全家产 这些是很明显的东西 就是 你们这些人 你说在这里叫 无畏无据 就是说人家政治打压你啦 什么叫政治打压啊 有哪一部分是呀 你们说法治 但是你不断地独猎 你们那些双重标准呢 就是什么你都玩了 一会儿 你们又出了律师 又等等 你们说去坐牢 然后去上诉 上诉完 你这些仆街的去求情 你说你对了 你已经是不认罪了嘛 那你求什么情呢 对不对 那一开始去求情 那一开始就说扮小强 扮小强又说上诉 这些是人渣来的 这个是邵家遵最离谱的了 你说你眼睛有事去求情 求完情又上诉 那两样东西是和辑 不可以并存的 因为你是求情 就是你认错啦 你上诉就是不认错啦 对不对 一个是 按照你认错的逻辑 去搞上诉的嘛 认错逻辑搞求情的嘛 跟着你 另一边 就不认错 要上诉 就是你们那帮人 多么输打赢要 多么无耻呢 大哥 我觉得香港 现在香港 这些已经是为了这些司法程序 你们在那里玩 司徒发外了差不多五年 就是 我有参与过占宗 我跟错了你们 是按狗的 我承认了 就是我觉得 我痛骂你们 就是你们说 你单年都参与了 我没收钱的 我是一个按狗群众来的 信你们那些什么民主理念 但是我那个民主理念 我法梦也没有想到 原来民主变下变下 会变自决 自决就是港独 我没有想到 当年这个和平占宗 原来的内涵 就想引到它变暴动 我没有想到 那个民主 原来背后引发的是想搞 港独 我是想不通的 当年 而一想通的话 就觉得你们这些是骗子来的 你们在法庭上 又在说什么 卖完小强 又求情 另一边 你说去上诉 你们说要找诉的嘛 坐爆监狱的嘛 现在你们在那里 又说什么政治迫害 最离谱的了 吴家令 美国下面的走狗组织 国际特赦 这些国际组织真的很棒 待会再骂他 但是 说清楚 他说 裁决严重打压 香港言论及和平示威自由 蛤? 和平示威? 那个黄背心变众来的 你人够多 没有拆烂些东西 但是你霸了这条街 哦 和平示威原来包括是这样的 死女儿烂女儿霸着这条街 然后令社会不见了几百亿啊 哦 原来是这样的 你国际特赦组织 你所谓的特赦 所谓的人权 原来就是 有一堆人 可以用一些 可以说是 横漫 痴线的行为 跟着霸着这条街 影响其他人的生活 是长期占领79天 那这个就是他的言论和示威自由 你是防摇到人家的生活 防摇到社会的运作 哦,原来这些叫 社命的爱 星桥你们 或者Fank桥你们 这些叫社命的爱 这些又要将宗教的内涵 包进去 你们这帮全家产的里面 我觉得是 是一帮大淫妇来的 即是你们 你们是 是真的充满了涉足 说了这么多 下次回来 下次回来